中共病毒疫情持续之际 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发生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今年以来 中共官方公布出来的 已经有8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称疫情处于点状发生态势 近日中国多个省份再次相继搭闸限电 但官方主流媒体对此显有报道 此外在中共发改委 明确扩大电价浮动范围后 有22个省份近日密集出台电价调整方案 其中内蒙古电价甚至上涨80% 部分省份的企业也接到限电通知 要求在11到12月份按表停产 中共六中全会结束后 习近平才真正把刀把子握在手中 掌控公安系统 赵克志不再兼任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 19号由习的亲信王小红接任 王小红24号主持召开重要会议 他要求紧盯有问题的人和事 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疑似再度缺席 引起议论关注 分析认为是中共20大前权斗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香港导演周冠威指导的电影《时代革命》 入围第58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在台湾已经一年的港星杜文泽看完之后 在脸书感慨 他在世界各地光芒四射 并感谢金马奖 感谢台湾 另一部入围金马的电影《少年》 则获得金马影展盒般的耐派克奖 制作团队表示 任何地方可以放映他 那地方就是自由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